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現在有兩個小球 質量不一樣 他以相反的速度相撞 速度大小一樣 撞完以後的話 以這個球的話 他的速度有變小 但是方向沒有變 那假球的話 他是反彈的 方向也改變的 那麼他問說 下列敘述哪個正確 我們看這個A旋下 碰撞過程中 假球的受力量子 比球的受力量子大 這個錯啦 因為重力等反重力嘛 所以的話 兩個受力量子 事實上是一樣的 方向相反 所以 A是錯的 這樣看了V選項 碰撞前後兩球的動量 向量保持不變 動量向量保持不變 向量盒保持不變 碰撞前後的話 這個總動量呢 要守恒 所以這個是對的 碰撞前後兩球的動量 向量 動量向量 他的意思是動量向量盒 保持不變 這個對 這個是動量守恒 這樣看能C選項 碰撞後兩球的 碰撞後兩球的動量向量盒 變小 這個錯啦 動量向量盒的話 不變 這樣我們看看 這個 D選項 D選項 他說 甲球的質量 比乙球的質量小 這個也是對的 為什麼 我們假設 這個質量叫做大M好 大M比好 他就是一樣大M 那因為他的動量要守恒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M1 V0 剪掉了多少 戶號代表是往這邊 就M甲 這個是V0 這個會等多少 會等這個 就是M1 AV1 加上M甲 V甲 這個大零 因為這兩個的方向都是往右 既然大零的話 那時候我就曉得 這個M1 剪掉了M甲 這V0 這大零 V0本來就是大零 因為這個正的方向是往右 這V0是大零的 如果是往左 我就給他加個戶號 所以我就得到什麼 得到M-M甲 他是大零的 所以乙的質量 比甲的質量要大 所以D這個選項是對的 再我們看看 我們看一選項 此碰撞為彈性碰撞 不一定 可能彈性碰撞 可能非彈性碰撞 不一定 就看這個大小多少 如果他大小給你的話 你可以認證說 他是不是 這個 這個 彈性碰撞 就是說那動量一定是守紅的 如果 動能也守紅的話 他就是彈性碰撞 所以這個不一定 不一定 可能是 可能不是 所以這不要選 所以答案應該選B跟D